不一定大北町的葡萄可以採收了 因為六月底跟七月村一幾禮拜大河 讓葡萄收成收到不少的省省 也因為接下來跟六天 也有可能又漏大河 所以都免得趕快來採收 希望可以拼命 又因為漏大河來照收到省省 我們甘恨太久 向鄉鄉鄉宇 它就會列國 很多它都列國叫派 採收來佛杜高農省省省省 省長因為大河修順的高粒處理掉 招勾包裝蒸收 準備前期消收 差不多差一半 差一半 因為之前本來是可以收成了 要轉色 就是剛才落二十幾天的火都受損了 轉色不好嗎 因為它要落果 不是 轉色不好 因為這種東西 你如果在市場的時候 它沒有商品價值 它就是自給品 你自那個東西拿來 叫燒酒 品質好的就是做財配 比較不好的就讓我們叫燒酒 不得已經開始進入採收機 農民加快採收的速度 就是因為蓋上衣服 過幾天可能會有大河發生的機會 大邊上的氣候 夏天突破了聖百花 那咱就壓到路線便不好夠了 那你也是要讓它有水 它才有洋風飛流來這個luk色 這個是公斤喔 0.92公斤 對 一串就快要一公斤喔 對 一串佃都台厚就有一公斤 卻尾縮到這村兩層 台幼一家伴的面積 主要就是當它受到企業的影響 但也因為生產的葡萄品質 不會輸水利和性依 和舊所農民願意堅持下去 我們這裡的品質很好吃 它的肉身Q 葡萄也 它的鑽鑽石也不錯 跟我們平底的葡萄吃起來 口感不一樣 因為我們這裡的葡萄 人家在吃說不輸性依的 這樣堅持下去有賺到嗎 賺名聲 不賺就賺 大家都鵝肉補充好吃 補充好吃但是不賺就賺了 但是如果聽人家鵝肉 心寒頭就很開心了 農民表示 因為品質好 長期來已經保養出一頓市場人客 這也是他們願意堅持的原因之一 即使如果天公平都不配合 也不知道要能夠堅持多久 不過 只要他們繼續政不得 就會維持最好的品質 來回饋激起他們的消費者 既成王家像彩虹博德 這一串有沒有意見 準備回饋激起